歡迎收看 2020庶民大頭家 來關心的就是 蘇葵拿三百券買漫畫 被發現怎麼會發票 打同編呢 立委善意地提醒他 乾脆公開說的特別被發票吧 結果蘇葵說 擔心會消更大的一把火 難道當中有貓膩嗎 另外金爆這個 一輩子反對萊克多巴胺的蘇葵 蘇偉碩醫師竟然收到了 這樣的通知書準備要來 被約談了難道是 要被查水錶嗎 我們都要一起來討論 問一下今天來賓地位是立法委員 鄭麗文 大家好 立法委員費洪泰 大家好 前立委吳俞昇 各位平安 以及資深媒體人鄭思成 大家好 我們行政院長每一年可是有 九十五萬的特資費 但是在爆發打同編 買漫畫之後蘇貞昌 到底應不應該要把他的特資費 這個流向攤在陽光下 在大眾面前清楚來公布呢 立文 對啊 因為最近 自從丁一鳴再到蘇貞昌 爆發了這兩起 引起全國誇然 亂打統編行政院的壞習慣 所以這個特資費 行政院長一年可是高達九十五萬 到底花在什麼地方去了 這不是你的薪水 不可以拿來買漫畫送孫女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 不過就是公開嘛 讓大眾通通看望一目了然 不就沒事了嗎 但蘇貞為什麼不願意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立法院立委質詢的時候 蘇貞是怎麼回答的 那如果說您不能夠把這個特資費攤開來 我就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情形 你可以解決民間這個疑慮 我現在為了前天 什麼一個什麼什麼 花票 號碼的事情什麼 我又去弄一個 那我又去燒一個更大一把火 那我又去燒一個更大一把火 我想這對於行政的穩定 並不是好事 並不是好事 其實李光明委員是好心啊 因為大家都已經開始高度的懷疑說 你今天亂打統編 就是因為特別費濫用 最好的方法就是公布給大家看 一切一目了然 對不對 統統攤在陽光下 那大家都閉嘴了 表示蘇貞昌為人光明磊落 這就是事宜的最好方法 怎麼會蘇貞昌不回答還好 回答大家更好奇了 為什麼公布了以後會燒更大的一把火呢 不是要幫你滅火嗎 那如果公布了以後會燒更大的一把火 難道真的 真的成真了我們的懷疑是真的 就是說你的特別費裡頭 果然有亂打統編嗎 這不回答還好 越描可是越黑 大家的疑慮越深啊 那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蘇貞昌當時 其實是有媒體拍到了漏網鏡頭 他是有把發票拿起來看的喔 難道是在看統編有沒有打好嗎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他當時買漫畫的畫面 有沒有看到 店家他在櫃台 幕僚這個時候發票拿來了 店家發票拿來 他說好 有沒有看到低頭把發票拿起來 好好的看了一眼耶 所以他其實是有低頭看發票的嘛 難道是在檢查 統編有沒有打好嗎 還是看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麼 所以他也沒有看到其中的重點 為什麼這時候他明明就有看到統編 那是只有我們的網友眼睛間 看到他打了發票裡面有統編 他都沒有看到嗎 所以蘇貞昌就一直說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發票 那個什麼打什麼 他剛剛在質詢的時候 口才遍及的他變得支支舞 告訴我們說 一些都是誤會啦 下面的人不小心亂打的啦 我沒有這個意思啦 那你看到他有看發票了以後 民眾到底是相信蘇貞昌的說法 還是另外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看一下民眾的反應 都有過這些經驗的話 應該不會不知道說 那個要打統編啊 其實因為開放萊豬進口 現在是民怨沸騰 蔡政府飽受炮轟 不過蘇貞昌在立法院背詢的時候 他說他對得起天底人民 如果進口美豬總統就必須下台 現在我們的政府既然不敢抵擋美國 你們所謂的這貿易障礙的恐嚇 作為一輩子從政的公職人員 我不看重行政院長這個位置 我看重我自己是不是對得起天地 對得起人民 是不是對得起天地 對得起人民 蘇院長說他看重的是他 是不是對得起天地對得起人民 這句話一出網友立刻就把蘇院長 之前在保身大地前面發誓 不選新北市 但是2018年又披挂上陣參選的畫面 給找出來了 面對外界說他是騙神明違背誓言 我們來聽聽看他是怎麼說的 我對台北縣始終感情濃厚 但我不會選第三次 我不會選第三次 我不會選第三次 八年前我曾經在保安宮說我不選第三次 那現在沒有辦法守住那個諾言 我自己覺得很抱歉 像保安宮保身大地報告 我說我跟他的心情一樣 其實也都是為了救苦救難 我也是覺得要是人生的劇本 能夠偷看就好了 好 我們聽到蘇院長他說 對得起天地人民 好 朱學恆馬上跳出來 他說了保身大地說 不好意思 你說什麼呢 網友說你們都沒有注意聽喔 其實他沒有說他對得起神明啊 琼琼琼講話很仔細的 他只有說要對得起天地人民 沒有說要對得起神明啊 也有網友說勤快 他也說過這類的話嘛 上不負天恩 下不負黎明百姓啊 好 謝寒冰說 2020的虎爛大賽冠軍 難道就決定是你了嗎 他說保身大地在你的背後啊 他非常火啊 也有網友說 哇 這真是聽到2020笑話排行之一啊 也有人說呢 神明面前都敢講插話了 面對人來講插話 欺騙你也只是剛好而已嗎 也有網友說 對得起誰呢 連你自己恐怕都對不起吧 好 我們要請教一下費委員喔 你看喔 現在是歐盟大陸都不吃萊豬 但是蔡政府偏偏要 咱們人民老百姓來吞萊豬 而且打死都不肯標示清楚 有沒有含有萊克多巴胺 更不要說恐怕是不是明年 大家再說 何時難道也要開放了嗎 我們剛剛聽到蘇院長說 他對得起人民 對得起天地 他到底是對得起哪一國的人民啊 蘇院長也好 蔡英文也好 我們衛福部長 農委會主委 他只要對得起 美國的養萊克多巴胺的豬農就好了 我跟各位報告 美國老百姓有78%的人 他不吃萊豬耶 不是每個美國老百姓都在吃萊豬啊 當然我在這個數據是什麼 美國的豬的生產有78%是不用萊劑的 用萊劑只有22% 當然美國人吃豬的比較少 但是我猜啦 我也相信 因為美國的超級市場 都在打說 我這個不含萊克多巴胺的 這個罵 那美國人又喜歡吃牛肉 換句話說 剩下很少的比例 就全部要我們台灣人來吃 今天我很欽佩有一位我們的市長 就台中市長叫盧秀燕 今天美國IT的這個 他的處長叫利英傑 帶隊到台中市政府去 哇 我們盧秀燕市長 盧市長真的是帥呆了 當著利英傑的面前想說 希望不要把萊豬賣給我 我們不要吃萊豬 利英傑他們的團隊嚇死了 趕快把記者把他撤走 這裡面就說 連我們地方的市長 大家都要做反映明星 但是蘇貞昌行政院的團隊 就是一定要逼我們吃 我在上個禮拜二 總質詢的時候 我問過豬院長 我說我就問他是 一個菜籃豬的人問我說 如果萊劑沒有毒 那台灣的豬為什麼不吃 他居然講說 台灣的豬 養豬的技術比較好 這真的鬼扯 大家都知道萊劑是有毒 明明知道有毒 不管量是多 至少都不應該要吃 我們平常講 我們並不煩美豬 自由貿易嘛 進口美豬進口美牛都可以 但是我們不要萊豬 至少你進口的萊豬 你明明知道它有毒 可以做標示一下不好嗎 我們要求營降低降低 那麼卑微了 為什麼一定要強迫我們的小孩 為什麼一定要強迫 有上年級有三高的人 一定要那是 因為那都會有生命的危險 麻煩 蘇貞昌也好 蔡英文的 不要說我心中只有人民 NO 人民70%的人告訴你說 我們不要吃 有萊克多巴胺的豬 你為什麼還要強迫我們 我是覺得 你心中根本沒有台灣的老百姓 你心中只有美國政府 你心中只有養萊豬的那些豬肉商 政府不知道心中有沒有人名 但是監察院的心中 到底有沒有人權呢 好 監察院成立了人權委員會 結果小英愛將高永成 調查的柯文哲器官移植案 怎麼卻鬧出了 踐踏人權的醜事呢 監察院過去的約詢案件 都只有錄音 但這一回有一段畫面曝光了 我們帶您一塊來看看 為什麼要特別寫說新店主 停掉的時候把它關掉 因為你可以不寫啊 對啊 但是為什麼 因為不關掉 大家就心裡不安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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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一個戲啊 不是 我跟你講 難道會再回來嗎 那個 腦死判令醫師不得做 機關在一起 對 但是我跟你講 對 可是這個是白紙黑字的東西 不是 我跟你講 所以這個回憶一下 這個 因為是這樣 因為SOP都是我寫的 但是器官在一起都不錯 因為我不會開刀 對 可是Document是這樣的 對 但是我是請求醫師的 不該曝光的影片曝光了 有人敢查小英的愛將嗎 好 您剛剛看到的就是 約詢柯文哲談器官這個 這個器菌案的泄密疑雲被 還送檢調來偵辦了 在2019年9月 當時監察院就決定 不會公開這個調查報告的 結果呢 兩個月之後 台聯竟然直接公佈了 11段的剪接錄影畫面耶 一般都是錄音 到底這個影片怎麼來的 為什麼針對柯文哲 特別要錄影呢 而且還在監委的電腦裡面 垃圾桶裡面找到了 這樣的一個影片 好 那麼現在就要調查 高永成還有張武修 但他們都撇清說跟我無關啊 有資深媒體人就說了 根據監察法的內容啊 這個其實根本不能夠外洩的 但是調查監院洩密 竟然是用機密案來移送檢調嗎 監院自己可以洩別人的密 自己的醜事 就要被當成機密來辦理嗎 高永成呢 他還是所謂的人權委員會的副主委 怎麼自己涉及了侵害人權呢 這個高永成在過去就有爭議 你還記得曲棍球案嗎 有一個檢察官叫做陳龍祥 他沒有辦這個 就是段儀康的這個案件當中 他沒有去辦這個案子 結果呢這個陳龍祥呢 他就被高永成來恐嚇了嗎 他說你不幫我 怎麼想辦法來解決的話 就是逼我們來彈劾你啊 彈劾了才能夠申請再審啊 以高永成過去的作風 監察院現在移送檢調 哪一個檢察官敢來辦這個案子呢 為什麼呢 因為高永成他和顾力雄一樣 都是小英總統的愛將啊 好我們要請教一下育申委員 你看高永成他不但調查 判民進黨有罪的法官 也調查了不起訴國民黨的檢察官 那麼是遭到了法界來炮轟 如今小英的愛將自己涉及了 所謂的泄密案 那麼有檢察官敢來辦這個案子嗎 所以你從整個民進黨執政以來 尤其蔡英文連任以來結構來看 就整個進一步把民進黨 把政府的東廠化 從行政部門轉到監察部門 轉到司法部門 高永成前有陳詩夢 後有高永成 整個監察院根本都是在 綠化在小英化的一個前提之下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最嚴重的就是 高永成他涉及到這個泄密 是去年的事情 那去年泄密之後呢 當時的監察院長張柏雅還把他移送法辦 那如果在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請問你蔡英文總統 你怎麼還可以把高永成繼續連任 提名他連任呢 那個張武修因為不是我蔡英文的人 幹人家算了就把你拉下來 但是高永成明明已經涉及到這種泄密 這麼嚴重 而且被人家攻之於是 而且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 11段影片都全部看得到 那麼監察院長當時張柏雅做法的移送法辦 那如果請問你為什麼你還可以被提名連任 所以今天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第一個 這是總統的用人不當用人不明 而且故意用之 你們因為講他怎麼辦 我又要用他 所以這個就代表民黨整個法 今天他東長話裡面的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用這個東西來證明 用這個東西來嚇阻所有司法部門的法官檢察官 嚇阻所有行政部門的公務人員 你們只要不聽話的話 那麼前有陳詩夢 後有高永成 我隨時可以約談你們 我隨時可以用監察法來移送你們 來恐嚇你們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不當 非常的不應該 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要給台灣社會裡面 一個看清楚整個蔡英文政府 看清楚整個民黨東長話的過程 因為整個監察 而且如果接下來監察院的人權委員會 有人就這樣 人權委員會會不會侵犯人權 因為他現在提出一個獨立的草案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這樣講起來 有一天如果監察院的人權委員會 侵犯到人民的權益侵犯到人權 各位觀眾朋友 你不要覺得意外 因為那個整個都是在民黨主導之下的 再多的美名 再多的人權 再多的理想 不管叫陳菊院長 或叫蔡英文總統 或叫蘇貞昌院長 基本上都是在民進黨東長話的結構之下 何時對我民黨有利 我就何時地用它 因此高永成這個例子 我希望法官要好好辦 我們期待有尬子 有肩膀的檢察官跟法官 好好來辦一辦這個洩密案 如果這個洩密案 不叫洩密 而且我最看不起的就是 東窗事發之後 高永成還說 不是他洩漏的 問題是你是主題案的調查官 調查委員 另外一個張伍修 現在已經不是了 所以你是現任的 所以次代負之無恥 世為國恥 當一個查查指示封縣的監察委員 都沒有封骨 都不敢負責任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國家完蛋了 監察院有委員表現 荒腔走板 怎麼連國軍都這麼掉漆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可是我們很重要的 航母殺手塔江艦下水典禮 總統親自來參加的 結果你看看在後面的背板 顧我家幫是這個顧嗎 怎麼會沒有人看出來 這麼大的一個措置 在總統的後面 那到底這個典禮是誰辦的 現在就推了個半天說 不是國防部的問題 不是海軍的問題 是這個造船廠的問題等等 問題是總統在上面支持 你們沒有人發現 後面有這麼大的一個措置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台灣對美國的軍購 在2020年就高達了118億美金 等於是台幣3320億元 前副總統呂秀蓮跳出來炮轟 他說台灣被列為 全球軍火客戶的第一名 這個絕不代表台灣很有錢 而是台灣已經處在 全球最危險的戰爭邊緣了 美國批准軍售要分多年來執行 甚至是說要達到5到7年 但這未必能夠保得了台灣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呂副總統說的話 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我們來看看另一年政府 對美國軍購的平均總額 這個是在李登輝總統的任內 8年平均下來 每一年花13.5億美金 來採買美國的軍武 到了陳水扁總統時期 還下降了 是平均一年花10.5億美金 來採購美國的武器 到了馬總統8年平均下來 每一年是花了25億美金 來買美國的軍購 但是呢 蔡總統現在才當了5年 當家執政 5年平均下來 每一年就已經花了39億美金 來買美國的武器來 哇馬上5年不用到8年 5年就已經拿到小黃冠 是這個所有總統之冠了 是不是真的是全球軍火客戶的 No.1第一名啊 我們要請教一下施誠 美國批准對台灣的軍售 要分成5到7年來執行 這真的能夠保得了台灣嗎 而蔡總統狂買軍火 創下歷任總統之罪 而且讓台灣變成了 全球購買軍火的第一名 這背後代表的到底是什麼含義啊 元宜我先講個顧好不好 最近我們國軍出了很多事情 你哪個字不好寫 把那個字寫錯 那真的是不好的兆頭 你知道你寫那個字 個顧什麼意思對不對 這個東西就不要再講了 再來齁 你知道全世界都是軍火 都是買方市場 只有台灣是賣方市場 我們人家賣給什麼 我們就買什麼 元宜我跟妳講 我們花了3520億 買美國的軍火對不對 然後說這樣子會不會保得了呢 你知道大陸2020 它的軍火預算是多少錢嗎 國防預算 一兆2680億人民幣 折合台幣是5.3兆 它的軍費是我們的15倍 如果兩岸真的打起來 你覺得我們有勝算嗎 最近那個駝交艦下水 就有的友台在那邊奔洪 哎呀這是航母殺手啊 哎呀就所以這個老共的航母 再做一做艦啊 多少多少條啊 我們就咻咻咻全部射下來 如果航母殺手這麼有用 老共是白痴嗎 美國是白痴嗎 俄羅斯是白痴嗎 他們搞這麼多航空母艦幹什麼 孫子兵法說不戰而去人之兵 決勝於千里之外 為什麼馬總統那個時候在任的時候 兩岸要修兵 外交修兵各方面都能夠保持和諧 為什麼 就是不要在上面大做文章 原以你知道買了這麼多軍火 除了這個三千多億 後面的維修保養等等都是錢啊 最後我們難道寄望發生戰爭嗎 如果沒有戰爭這些武器 最後我剛剛廣告跟立文開玩笑 我說這個最後就會變現代雕塑 裝置藝術 全部過期 我們的勝利女神飛彈一枚都沒發 後來全部報廢啊 現在都陸續 像那些我們的包括很多 像愛國者幾型飛彈 都要重新裝填重新幹嘛 都要花很多錢 我們買了很多武器 要花很多錢 後面的保養 然後要花更多錢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跟大陸之間的貿易易程度 持續在增加 請問我們到底得到什麼 我也搞不懂 對我們剛剛聽到 其實前副總統呂秀妍 她提出了她的建言 她說其實這代表台灣已經很危險了 她現在都是直言敢批評政府 但是民進黨內其他人 難道是一片的歌功頌德之聲嗎 昨天就有民進黨立委質詢的時候說 哎呀因為缺水而停止灌溉 導致農民的生計受損 不但沒有批評蘇內閣 而且還大讚說我們蘇貞昌真的是一個天公博啊 這次就因為天公博了 這跟我們科研五十六年來 第一次有貴 雖然不放胎 你就是我們天公博了 你就是我們天公博了 農民的天公博了 我不敢啦 天公博很難做 天公博很難做 好老百姓最近很煩惱耶 又有萊豬又可能未有核食 而且現在還缺水 民怨沸騰的時候 蘇貞昌我們的行政院長 他沒有被罵喔 還被立委稱讚 根本就是天公博啊 我們要請教一下立文喔 所以說蘇貞昌這個蘇內閣的連連出包 而且PTT還不准討論喔 面對蔡政府真的是大家最好都要選擇歌功頌德嗎 我覺得真的是令人實在是忘記精細是何系 感覺上好像是看到了幾十年前 這個立法委員這樣子對當道歌功頌德 我覺得如果是今天台灣民主化換來 這樣子的一個諷刺的結果 真的讓人覺得非常的悲哀 蘇貞昌不是說嗎 他行政院長當不當不重要 他要對得起天地人民 他怎麼對得起人民 他之前有關於食安 反毒 治安 所有的匯報他都沒有開 他這一次這個有關於水利 水資源 他也是一樣兩年都沒有開啦 所以他有在關心我們台灣老百姓的灌溉用水 我們這些辛苦的農民幾期的到座 全部通通都荒廢 然後明年現在就是已經要休耕了 我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我就質詢經濟部說水吃井 要以防大旱 他們都一副無藥無盡說不會啦 不會來再等等看啦 四月 五月就下雨了啦 五月沒有下雨 我又質詢 我說五月沒有下雨啊 到時候到底該怎麼辦啊 不會啦 到時候那個颱風來就會下雨了啦 他是每天就是靠天吃飯擲杯嗎 真的 你都沒有任何的因應知道嗎 我真的是很感慨啦 沉水扁的時候我們全民被水扁啊 記不記得 那時候水災真的好嚴重喔 然後現在換了蔡英文 我們變成大旱啊 蛤 所以說就變成就是說非常的離譜嘛 那你今天就是在這個整個的過程當中 你有感覺到說蘇貞昌他有體恤我們的老百姓嗎 今天這麼嚴重的缺水 他把我們的水利會全部沒收啊 就是本來水利會是人民團體啊 他是違憲有這麼阿拔的政府 把我們這個幾十年 從日據時代就存在的水利會 到今天在民進黨的手裡沒收 沒收了以後呢 有比較好嗎 沒有 農民面對的就是沒水嘛 然後你每天還在那裡講風涼話 那委員怎麼講得出這種話來說 說蘇貞昌是聽說八啊 不然聽說八啊 趕快降雨給我們吧 是不是 聽說八啊 這麼厲害 不要再叫我們吃毒株了嘛 我覺得真的看了 讓人家覺得非常非常的感慨啦 對 然後實在是 讓我們覺得實在是聽不下去 立委我可以補充一句話嗎 那時候水利會被沒收 農田水利會出來講說 沒收之後請問一下水會增加給我們嗎 那話還是熱的 結果現在真的缺水了 還是你政府 除了會沒收水利會的資產之外 你一滴水都生不出來 那沒有關係 政府會做圖啊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庶民大頭家 民怨沸騰反萊豬立文啊 但是我怎麼聽說 反萊克多巴胺的大將蘇維碩醫師 他竟然要被查水錶了嗎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覺得實在是太離譜太誇張 民進黨政府怎麼能夠墮落至此 蘇維碩醫師就是大家非常的熟悉 其實他在十年前 民進黨就最喜歡找他出來說明 用專家的證詞告訴大家 萊克多巴胺對人體的危害 他是唯一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沒有改變 基於他專業的良心 所以現在他就出席非常多的工廳會 研討會說明會告訴大家 在學術上面 萊克多巴胺就是毒就是對人體有危害 沒有想到他竟然收到了高雄市警察局 要求他道案說明 簡直就是讓我們無法接受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 蘇維碩醫師他前前後後在各種不同的場合 他是如何的大聲疾呼告訴大家 一定要守住食安 萊克多巴胺不能夠讓他進到台灣 我們來看一下蘇維碩醫師的說法 安全神話的一個揭穿 1990年代開始到2020年就是今年 我們在網路上可以搜尋到的 有關萊克多巴胺造成生物危害的一些科學文獻 民進黨太可惡了吧 十年前反萊豬的時候 把蘇醫師當作最重要的專家 十年後居然要對他查水表 直接調到警察局 我們來看一下這就是蘇醫師他在12月15號記者會之後 馬上就接到了高雄市警察局三名二分局的通知書 是警察局直接發送到他家 那案由是什麼 直接寫明了就是食品衛生管理法 換句話說蘇醫師可能違反了法律 違反了食安法 到底是政府違法還是百姓違法 通知人被通知的就是蘇維碩醫師 然後我們看到這裡面還有附註 在警察局給他公文裡面 特別指明了要求蘇醫師準備有關萊克多巴胺肉品 對人體健康影響的相關證明資料 換句話他就是因為反萊豬被調去警察局問 而且要求他帶著相關的證明資料 請問一下是蘇醫師比較專家 蘇醫師比較懂還是警察比較懂呢 警察懂的應該是當局的意思吧 蘇醫師本持的是他專業的良心 更離譜的是我們來看一下 公文要調蘇醫師去警察局的時間 陰道時間居然是12月25號的晚上10點鐘 我告訴大家不只晚上10點鐘太離譜 夜間偵訊那個是個禮拜五晚上 大家過耶誕夜的一個週末 更重要的是因為下個禮拜24號25號 就在立法院要上演表決大戰 決定1月1號開放萊豬的 蔡英文所有行政命令將在24號表決 食安法的修法也將在24號25號表決 換句話說表決清理完畢之後 難道就要開始整肅一己了嗎 清理戰場了嗎 就要求蘇醫師閉嘴了嗎 閉嘴了以後就是告訴你以後所有的 專家學者不要再出來大嘴 不要再出來惹麻煩 我以後要進何時 要進任何什麼樣的食品 就是看政府的臉色 是這樣在告訴百姓的嗎 蘇醫師的專業良心 會這樣子就被恐嚇嗎 被警察局調去問嗎 我覺得真的是太不可思議的原因 難道我們又回到了警總的時代 難道我們又回到了41年前的 美麗島事件在高雄爆發嗎 當時的美麗島事件到今天是民進黨執政 卻對專家學者下毒手 對學術自由對言論自由大加前置 我覺得實在是令人乏指 無法接受原因 讓人覺得有點錯亂就是 明明十年前看到蘇維碩醫師 不是和很多的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站在一起的嗎 怎麼現在反過來呢 難道現在只要反對政策 或是反政府就要被查水表 被當成造謠製造假消息貼個標籤嗎 好我們來看到民進黨舉辦了一個活動 叫做2020十大假訊息的票選活動 列了很多選項讓大家來投票 有哪些選項呢 其中就包括了錢榮總醫師說 空氣裡面都可以驗得到萊克多巴胺 結果被台大的醫師打臉了 其實這個所謂的錢榮總醫師 就是剛剛的蘇維碩醫師 蘇維碩醫師他拿出了這個科學的報告 告訴大家說 如果說進口了萊豬之後 可能空氣裡面都能夠驗到萊劑 結果被當成是叫做假消息的選項之一 好還有網傳蔡政府開會吃7000塊錢的便當 音樂老師被法辦 這怎麼也變成了假消息 要讓大家要來投票嗎 不是法院都已經說沒事不罰了嗎 是不是變相為政府來護航呢 國民黨就說了奇怪了 這幾件怎麼沒有被列劍去讓大家來選呢 丁一鳴造謠牛肉麵是來牛 這難道不是一個假消息嗎 好蘇貞昌說被尋的時候 萊豬竟然扯信工很支持 這不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選項嗎 再來王定宇他說 東沙島被大陸海上民兵包圍超過60個小時 海巡署都出來打臉了 這怎麼沒有被列在選項當中呢 好朱學恆就說了 民進黨辦十大假新聞票選 是不是笑死人了 蘇貞昌在立法院喊出 從政看眾是否對得起天地對得起人民 這個朱學恆認為這個才叫做假新聞吧 好所以呢我們來看看 這個真的是蠻誇張 我們要請教一下預審委員 反對萊豬的被查水表 批評小英總統的民眾呢 就因為這個說造謠 結果要被送辦 難道說現在真的是要走向 風聲克力的年代了嗎 對 民黨政府現在已經把它帶向一個 法西斯的獨裁專制的一言堂 所以剛剛立文在講 蘇維壽醫師那一段 我建議蘇維壽醫師 拒絕夜間真心 這樣的話給我們警察 還可以下台階 你哪有晚上十點鐘 正在找你去你就去了 你不要傻傻笨笨的 再來第二個 剛剛主任講過 那麼多的案例在全國 因為警察把他移送 結果因為全部把警察打臉 全部認為這是言論自由 都沒有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今天的警察 不要再作為民進黨高層 打壓台灣民力 打壓台灣民主的一個筷子手 所以我呼籲警政署的署長 基本上不要再讓繼承警察 太難為 這是太過分的 再來第二個 蘇維壽醫師為什麼被查 我剛剛看了一下 關鍵應該是蘇維壽醫師說 萊豬就是毒豬 那如果這個講 這個言論自由都不可以的話 都要來查查的話 那我要提醒大家 拜託中國電視公司的 這些導播編撰 你一查十年前 蘇維壽醫師不僅有講 民進黨黨團有講 你一查立法院開會的時候 在未還委員會 林淑芬委員 管碧天委員 他們大大的拿著說 萊豬就是毒豬 萊牛就是毒牛 所以如果馬英九 把萊牛弄到台灣就是毒牛 如果把豬肉 萊豬弄到台灣就是毒豬 那我請問十年前 為什麼你講這個可以 都沒有問題 而且你還議政延遲 那為什麼十年之後 蘇維壽醫師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沒有改變 他講萊豬就毒豬 為什麼就是 這個就是要移送法辦 所以我覺得 尤其蘇維昌 我覺得蘇維昌最嚴重的事情 包含他用性工來騙人家 我覺得蘇維昌今天最大的嚴重 是欺騙人民 尤其是那個統編那個 剛剛第一段的時候 主持人有談到 我覺得打統編買銅書 這件事情最嚴重的事情 就是欺騙 也就是說你根本 無心要拿你自己的 振興券出來買東西 你是讓行政院的幕僚 拿統編出來 所以基本上 這是故意欺騙人民 那個心態跟你欺騙 玄天上帝 欺騙神明 欺騙法文公論神明 那還不是一樣嗎 那個心態不是跟你拿 你拿這個這個 說你到屏東的信工去 說他支持你的這個萊豬 請問 那個完全是荒腔走板 人家是進口好的豬肉出國去 根本跟你支持你的萊豬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蘇維昌 又是一個欺騙 所以因此打假訊息 只要是對民進黨不利的 都不是假訊息 只要對民進黨不利的 都是假訊息 只要對民進黨有利的 都不是假訊息 所以我全部都可以忍受 所以如果定義民那樣的話 都可以不列入十大票選 蘇維昌這麼嚴重 如果都不能列入十大票選的話 我真的不曉得 今天台灣人社會 有什麼民族可言 所以我還是言歸正傳 我還是要講 蘇維昌欺騙神 欺騙人到這種地步 蔡文總統 你還不讓他下台嗎 不少人今天看到這個畫面 很心疼 為了抗議萊豬 前立委審治會 在立法院門口 絕食抗議 到第97個小時 因為全身胎卵 被緊急送醫急救 審治會 先前是有申請入權的 一度還傳出了政策力的介入 警方突然說要取消他的入權嗎 許多網友看到了很不捨 那也有網友質疑說 817萬票選出來的蔡總統 到底有沒有看到人民的怒火 用生命在反對萊豬呢 那麼現在還有攤商出來爆料了 說台灣豬的標章 竟然一國好幾制嗎 五花八門的貼紙 這一張是外福不發的 好 攤商說 怎麼會有人拿著貼紙到處發呢 只要有賣豬肉就發給你一張啊 完全搞不清楚 哪一個才是真正有認證 這個是農委會的認證 這個是要經過審核才能夠拿到的 攤商就說了 好 到處亂發 這個衛福部的台灣豬標章 難道是要大家貼春聯嗎 那這樣子的話 到底有貼沒有貼 有什麼差別呢 讓攤商都覺得 真的是很不高興啊 好 我們要請教一下廢委員 你看其實呢 這個25號之前 是不是就要這個來 這個針對開放萊豬進口來表決了嗎 會記名表決嗎 但是很多醫師都說 百分之兩百肯定萊劑有毒 會有結石 甚至是美國為了出口到大陸和歐盟 這個八成的美豬都已經沒有萊劑了 美國國內使用萊劑的豬肉也不多啊 那麼前總統馬英九質疑說 全世界都不吃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來搶著吃萊豬呢 首先呢 剛才吳醫生委員說 這個蘇醫師啊 可能會被去 叫到警察局去問話 或者是怎麼樣 是說他說了一句話說 萊豬就是毒豬 我在這邊大聲地講 我認為 費鴻泰認為 萊豬就是毒豬 這個話很重要 你也要講三遍 費鴻泰認為萊豬就是毒豬 費鴻泰認為萊豬就是毒豬 我都問過蘇貞昌了 如果說萊劑你認為沒有毒 台灣的豬為什麼要禁用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嘛 禁用你就是你都認為 你都認為有問題 所以台灣養豬不可以用萊劑 我不要講說一位醫生 他有做研究的 一般老闆都有這樣的想法 這個要就被抓去調查 我再跟各位報告 退府會說 農民不吃 國防部長說 國軍不吃 教育部長說 以學校一樣我不吃 體育署的署長說 運動員不吃 還有 我現在講這個重點 麻煩這些警察同仁要聽清楚 警政署長說警察不吃 如果萊豬不是毒豬 為什麼你們不吃 你得搶著去吃啊 你的組織們 他們 我現在講警政署長 你的組織們都是要進口 來出 不管台灣老百姓的健康 一定要進口 那你們警察為什麼 為什麼不去複合呢 你為什麼警政署長說警察不可以吃 換句話說你們都認為有問題 你為什麼要質疑老百姓的 他的講法呢 我跟各位報告 25號之前可能要表決 好立委 民進黨一直很希望不要去表決 如果說不表決這個責任啊 這個 民進黨的委員 不表決這個責任 就由蔡英文 由蘇貞昌 你們去扛一輩子 如果表決的是 民進黨團你要來負責 在之前在教育委員會 在未還委員會 為了要表決啊 這個 又托啦 又叫啦 長照機構 需要營養午餐啊 等於要不要 不要用萊豬這樣子的一題 民進黨的委員 臨時啊 被被迫表決 所以他們支持要 要吃萊豬 支持讓萊豬進口 結果受到很多 學校老師家長的打罰 所以他們這次 希望不要去表決 但是我是覺得啦 一個執政黨 你就要負責 你既然強迫 老百姓要吃 你就有擔當 要讓老百姓知道 你的主張是什麼 所以我們國民黨團 會強力的要求 真針對死恩法 針對萊豬的 九項行政命令 我們要求要 足相 每個人 記名來表決 你政治人物嘛 你就要為 你的政治主張 來負責任 我們讓人民 來好好的檢驗你 在歷史上留下名字 到底你是支持 還是反對的呢 不過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台灣目前已經有 七百多個人確診 新冠肺炎了 根據台北榮總 最新做的血清調查 難道全台灣已經有 一萬多人 可能曾經有過 這病毒的抗體了嗎 你還記得嗎 彰化和台大公衛啊 其實呢先前就有做過 這個所謂的萬人的 血清學調查 當時還這個被這個 可以說是要開罰了 好 但是北榮也做了 類似的研究 北榮呢 這個受測的人數 有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五個人 來自於門診 還有急診就醫的民眾啊 好 結果發現 抗體陽性人數是十一個人 陽性率叫做萬分之五 據此來推估呢 就認為 恐怕已經有超過一萬人了 一萬一千八百人以上的國人呢 體內是已經有抗體了 是不是代表不知不覺 曾經就已經有感染過了 新冠病毒嗎 那個彰化當時做出來的結果 是百分之八點三 稍微高一點點喔 好 真的能夠這樣推估嗎 真的能夠代表台灣 有一萬多人 在不知不覺中感染過 新冠病毒嗎 我們來聽聽李秉穎醫師怎麼說 那以前就是已經有研究發現說 曾經得過四種人類感冒 冠狀病毒的人呢 他的血清中也可以測到 新冠病毒的抗體 所以就是說不同冠狀病毒之間 因為他的屬性相似 所以他出了抗體 有時候會有交叉反應 到目前為止 這種沒有明顯傳染源的 本土社區案例只有十例 就是他的個案數是蠻少的 所以你可以說 台灣大概可能有幾十例 頂多幾百例的那個 新冠病毒感染者 並沒有被檢驗出來 好 指揮中心很淡然說 不能夠直接這樣回退 有可能測到的是得到過流感 我們要請教一下施誠哥 如果這樣的檢測是沒有意義的 那為什麼台大公衛那時候 做的時候被罰 然後現在台北榮總 又可以去做這樣一個調查呢 政府的作為到底是在做什麼 不太懂 政治解讀啊 據說台大公衛的跟陳時中 本來就不是同一掛 所以就被罰了 然後呢 其實我們最要知道的原因 我們要知道是 新冠在台灣的真實狀況 你不要給我假的數據 我就是很怕 那你現在不能回推 剛剛李彬英講的說 可能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而然後呢 你知道我們 我們常常就是從台灣出去的 我們在台灣出去的陰性對不對 突然在外國確診變陽性 你跟我說這怎麼回事啊 是在船上嗎 記不記得我們的敦目艦隊5月26號 那個時候整個船 然後在上面就有人得新冠 後來這個結果是查不到最初的感染源 那請問是怎麼回事 這是拍電影嗎 所以就是這樣子啊 還包括你知道我一直很個隱的 就是有一個白牌車司機 載了得了新冠的台商 後來那個白牌車司機後來過世了 他傳染給他的家人 請問一下那個台商呢 那台商有追到底嗎 有沒有 我跟你講很多的漏洞 我們都會質疑 所以現在國外對很多台灣現在的現狀 也抱持高度的有些懷疑 我們必須要讓大家 讓世界各國認為說 我們現在的新冠 就是這個狀況 而不是不檢查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你現在李冰講說 可能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那有些科學家 或者有些醫學家 他信不信 他信不信 那這些一萬萬一 萬一這一萬多人 是真的得了新冠以後 有抗體那怎麼辦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 拜登獲得了306張的選舉人票 擊敗了川普的232張 確定入主白宮 不過拜登致辭的時候 短短十幾分鐘 竟然咳嗽二十幾次 讓不少人蠻擔心他的健康狀況 拜登獲得306張選舉人票 背書正式入主白宮 緊接著發表演說 不過拜登一開口就卡彈咳嗽一下 後繼續賣力演說 沒想到短短二十秒稱讚 美國靈魂勝利的橋段 就咳了四次 拜登幾乎是講完一句話 就要請喉嚨一下 整場演說短短13分鐘 咳嗽超過二十次 讓觀眾聽得很出戲 許多人把焦點放在拜登的輕彈次數 三十幾年前 他因為罹患腦動脈瘤 曾動過兩次手術 不及時搶救會致命 也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後遺症 拜登高齡78歲 是美國史上年紀最高的總統 有美國的媒體也很遲疑 他能不能夠完成四年的任期呢 不過我們要請教一下 預申委員 我們買了五千多億的軍購 你還記得嗎 上一次川普當選的時候 台美還通了電話 那現在我們是這個美國最大的軍售客戶 蔡總統有沒有機會 可以再跟拜登總統 通一次電話呢 還是拜登團隊會不會 介意政府過去壓保川普的行為呢 我覺得民主黨的拜登 不會跟蔡英文通電話 這是我的感覺 我希望我是錯的 他如果跟台灣通電話 對台灣代表重視 但是他不會 為什麼 因為這四年來 整個民進黨政府 民進黨政權全部賭川普 完全讓人家覺得很過分嘛 你看那個衛生部部長來台灣 那個就是萊克多巴胺最大的廠商 他都讓他來啊 對不對 馬上就通過萊豬啊 所以對拜登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對台灣來講的話 保持了一定的靜默 但是基本上五千多億的對美的軍購 呂俊仁副總統說 變成榮登台灣第一大客戶群 我覺得是很丟臉的 因為這代表著台灣陷入到一個 很危險的戰爭的危機 而在那邊沾沾自喜 所以我現在打開報紙來看的話 天天看到民進黨在那邊沾自己 說我們又買了什麼 又買了什麼 甚至連最近的 剛成軍的那個陀江艦那個什麼 航母殺手 艾國者 可以接艾國者飛彈 我們的廠商都還希望政府能夠出口 能夠外銷 難道台灣是軍火 我輸出國之意了嘛 所以我是覺得戰爭的位為 大家還舔不知詞 民進黨政府還用這種態度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拜登的身體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他78歲 川普也74歲了 雷根當年幹第二任的時候 已經也78歲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身體 不是一個重點 重點是美國穩定的政策是什麼 但是因為民黨過度的偏袒 川普的結果 造成聽說民進黨政府 現在非常緊張 蕭美琴在美國非常緊張 千翻百計要去建立跟民主黨的關係 把原來老外全部都挖出來 但不管怎麼講 美國這樣一個體制 從拜登回歸到理性主義之後 中美關係之間應該會比較理性一點 所以我希望台灣不要動不動 就拿美國來當作保護台灣的一個要點 沒有 因為川普從來也沒有講過說 他要幫台灣出兵 那更不要講拜登了 所以我覺得這不管在中美的貿易大戰裡面 或什麼等等 台灣現在求救無門 求告無門就說 我們在貿易當中 我們卡不到邊 我們參加 參加任何的國際組織 都沒有任何邊際 然後要跟美國建立這個貿易的關係 拜登也講過說 沒有 這段時間他沒有商量 他完全沒有這樣一個思考的問題 因此我覺得拜登的年紀跟拜登的未來的政策 民主黨政府對韓國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我們內心裡面要保持一個 要知道民主黨政府這樣的做法 對台灣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新的壓力 一個新的節點 那我希望台灣能夠安然度過 但是兩岸基本上我還是不贊成打仗 因為郝伯春在過世之前 就不斷告訴馬尼總統 美國對美的軍事採購要下降 立文所以你覺得有可能嗎 就是我們是最大的軍火客戶 拜登有沒有可能跟蔡總統在通電話 我覺得幾乎是零 因為基本上對拜登來講 他的首要之物 就是說第一個他強調的是人權 所以他跟川普最大的區隔 就在於國內移民的部分 因為川普非常的種族歧視 然後歧視移民 所以移民的很多 他可以馬上就取消川普 當時的很多的行政的命令 那第二個他就要趕快 恢復盟邦對美國的信心 所以因為你看像歐洲很多的國家 都對美國對川普非常非常多的怨言 所以他要趕快回到聯合國 譬如說WHO世界衛生大會裡頭 然後他要恢復氣候變遷的這些條約 所以其實他有很多的當務之急 還有包括美國的疫情如何趕快結束 所以我覺得台灣不會在他的前面的 要處理的一個問題 所以台灣會放在後面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施誠哥這個開放萊豬的行政命令24號 在立法院表決之後就要開始 秋肉算帳查水表了嗎 蘇緯說醫師我提醒你一句話 一句話後面有加了一段話 就是雖然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但是我誓死捍衛你的言論自由 後面還有一句話 請隨時注意你的信箱 因為警察局會拿船兜過來 會喘喚你 我們他們現在變成這樣子 以後誰敢在電視上說萊豬不好 對不對 隨時會有查水表 你知道到警察區 因為我陪人家坐起來很恐怖耶 那在那邊問訊問案幹嘛的 你知道這種東西 就算了嗎